鸡蛋 哎呦,现在什么东西都起价 今天呢,我就来介绍这道菜啦 炒鸡蛋 我们该准备的食补呢 就有 两颗鸡蛋 红葱头 半颗就可以啦 红跟青辣椒 这样大的辣椒 现在呢,就将我们的辣椒切一半这样 过后呢,就将 辣椒里面的那个种子呢,丢掉 过后就切成方块 相同的红辣椒也是 切半 丢掉多余的种子 和切成方块 红葱头也是一样切一半 因为两颗鸡蛋 半粒红葱头就够啦 将它切成方块 切方块以后呢,记得弄散它 这样,当我们炒的时候呢 就比较容易啦 OK,这些材料准备好了 我们就去我们的鸡蛋那一边 打一打我们的两颗鸡蛋 调味 调味 一茶匙的盐 一茶匙的胡椒粉 一汤匙的鱼露 过后呢,将它搅拌搅拌均匀 好,均匀了 其他的材料呢,也准备好了 现在我们就可以来开始吧 首先呢,我们就将我们的锅 用中火热一热它 倒入适量的油 油热后呢,才放入我们的鸡蛋下去 炒一炒它 炒乱它 炒到爆香为止 好,我们就将它 拿上来 放入一旁 备用 相同的锅 中火 热一热我们的油 油热后呢,才将刚才准备好的材料 统统倒下去 炒一炒它 炒到爆香为止 开始吸到 嗅到一点点的香味呢 我们才来调一下味道 一汤匙的蚝油就可以了 炒一炒它 炒到均匀 好了,过后呢 才放入刚才 我们炒好的鸡蛋下去 过后就将它炒均匀 炒均匀就可以了 不需要炒得太过久 好,这样就可以了 大功告成 准备放入碗中 这一道菜呢 非常简单 又非常省钱的一道菜 大家不妨来试试做做看哟 保证喜欢 保证加饭哟